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據《郵報》報導 阿仕奴有意簽下 奔福特門將戴衛拉爺作為南斯大勒的後備 奔福特拒絕拜人莫尼哈對戴衛拉爺先租後買的報價 阿仕奴成為領導者 據了解 這位西班牙門將 不會取代南斯大勒成為一號門將 而是會在杯賽中得到機會 並為這位英格蘭國門帶來更大的競爭 阿迪達對自己的二號門將馬菲杜拉深存疑慮 馬菲杜拉被全張轉會落定咸森林 然而奔福特對戴衛拉爺股價為4,000萬英鎊 而阿仕奴希望接近3,000萬英鎊完成交易 阿仕奴在2021年簽下南斯大勒之前 就對戴衛拉爺表現出興趣 戴衛拉爺的合同還有一年到期 預計今年夏天將離隊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